第四個月 第四個月 各位朋友 你們好 今天很榮幸得到Boris 在粵陽做一個Skype錄影 因為近期這兩個星期 情況變化很大 急轉直下也行 急轉直上也行 黃金一直沒有急轉直上 一直維持星勢 穩步向上 好像有點過火 大家要小心留意 Boris一會解釋一下 他找到黃金會向上 但已經去到一個很重要的阻力位 Boris會解釋黃金的看法 最新的國 我們要留意什麼是阻力位 另外 大家要留意的就是 美股的情況 其實我覺得跌得不夠深 但其實也跌了一段時間 港股不用說了 我們香港在這個薯窩之中 跌得都幾多 但我都覺得還沒有夠多 其實還沒有反映到市值的真相 我再說一句 我的分析就是 現在所有的市場 我們是在一個管理市場上 即是被人控制了市場上 總之有一天 是要回到Fair Value Fair Value到達的時候 當然是全部東西向下 除了黃金這些資產 因為那些是長期性 被人為性壓低了 但其他的資產 例如美股的港股 樓市應該要急劇向下 發生去Fair Value 才是合理的 我們慢慢再說 我們很榮幸Boris 今天麻煩你 可否又說一說 你今天有什麼話題跟我們說 Boris 你好 你好Boris 早安 大家好 今天我想跟大家 重溫一下一些圖表 我在5月尾 6月頭的時候 跟大家講過一下 大家現在看不看到我的原科目 我看到 沒問題 OK 我們先講講股市 其實我上次在 這個是S&P 在S&P普爾500指數 在你的節目的時候 我已經講過 S&P500 就產生了一個叫喇叭風的Pattern 這個Pattern 是需要碰到五個點的 在7月頭的時候 我們就碰到這個第五個點 當時我跟大家講 有52%的機會 這個Pattern會成形 成形之後 股市開始會有大跌 所以一碰到這個第五個點之後 超過釘釘的那麽多 然後就開始有很大的反應 就開始急跌了 我們就跌了兩個星期時間 那最主要為什麼跌呢 就是 因為巴威爾宣布 減息只是減25個點子 那這個 上次我也都預測過 是25個點子 是正常的 不過可惜 巴威爾出來就說一些 話就嚇驚人了 就說 就說 未必會進入這個減息期 又說 導致市場很模糊 到底我們是否真的進入一個減息期 是吧 所以 一定就是 這次的減息 可能是one-off deal 其實呢 不理會它減不減息呢 我都是看這個Pattern做事的 就說 當它碰到第五點的時候 它應該就是有反應 就向下跌了 但是今天呢 就想教大家一些比較 技術上比較深奧一點的東西 當然只看Pattern就不夠了 那我想跟大家看 就看看NASDAX市場 它的情況 就是NASDAX市場 是NASDAX市場 是美國的領先市場指數 那基本上 大家都看過high-tech去做事的 是 high-tech 怎麼厲害呢 你就跟著買high-tech 所以有股市都是跟著它走的了 那我就在我的blog上 說過一個說話 很重要的 就是這個 之前呢 我們說過一個 新聞報道 我們說過關於這個 叫做 Hindenburg Omen Hindenburg Omen Hindenburg Omen 這個信號 這個信號 是 Hindenburg Omen OK Hindenburg Hindenburg 是不是就是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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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德國 就是 一個 飛船那個 是不是 那個 是 代表性的 但是 我們說 技術上的 意思是 什麼 Hindenburg Omen 它在技術上 是一個 crash signal 就是 股市市場 如果產生一個 crash 的條件的話 它才會出現 如果股市市場 是沒有風險的話 這個 訊號是不會出現的 那 Hindenburg Omen 是怎樣去發生的呢 產生 是什麼意思呢 最主要是說 當 在NASDAX市場 裡面產生一個 情形 就是說 在同一日時間 只有2.8%的股票 是產生 新高 是 但是 同時 有2.8%的股票 產生 新低 嗯 那 這個是 代表著 NASDAX市場 是一個很平衡的市場 很平衡的市場 是 就是 賣家 都不是很清楚 市場做什麼 OK 新高新低 就是 代表大家的市場 是flag 不知道要做什麼 是 當這個 產生的時候 我們要留意 就是市場 在過去的50個交易 交易的日子裡面 是不是同樣的情形呢 市場在那裡 一路創新高的 當然 大家知道 NASDAX 是一路在 過去50個交易的日子裡面 都是一路創新高的 那如果它是真的 在過去50個 一路創新高的話 它在那天 產生2.8% 同時間 是有新高 和新低 同樣是這樣的 而 NASDAX 也都有一個 叫做 Mccallum Oscillator 是衡量它的市場的 距離 即是內部股票 有多少是在那裡 升或者跌 如果整個 NASDAX的指數 它內部的股票 是跌得多 於升 即是說 這個Mccallum Oscillator 是 negative 在0以下 當這個Mccallum Oscillator 在0以下 而同時間 產生這一個 2.8%的距離 的話 這個 Hinderberg Oman的訊號 就會產生 會出現 所以 我們就是 在7月底的時候 你看到 Multiple訊號 都產生了 OK 這個就是 Cross訊號 已經出現了 如果它出現了 我們就要 根據這個指數 就是說 我們在30天內 我們可以 short這個市場 直至這個signal 是cancel為止 OK 那 什麼時候會 說要離開市場 就是說 當這個Mccallum Oscillator 它能夠超越 0以上 這個signal 就會cancel 但是現在暫時來說 它只是負1,200個 11那麼多 嗯 嗯嗯嗯 就是說很大機會 這個市場還沒有跌完 嗯嗯嗯 那如果我們知道 這個signal出現 再加上 我在節目裡講過 就是Dow Transport 運輸指數 根本不證明 市場是 跟 杜瓊斯指數是脫離的話 所以呢 是有很多的signal 是告訴我們 股市是有機會 在這些位置 是見頂的 嗯嗯 所以 變成了我們就產生了 這兩個大跌的州 是的 現在的情況可以這樣說 你說跌得不夠 嗯嗯 其實呢 你不要看這麼短的時間 因為這個市場可以 在中間這些地方 consolidate 之後甚至升高一點點 之後一路再跌回 是 而我自己看 就是說 今年整個美國市場的高位 就已經在7月的時候 基本上 在現在到年尾 我們都不會看到美國 會再回到這個局 嗯嗯嗯嗯嗯 那你現在只會向下 那我應該叫你下跌這條線 2、4 2和4那兩個號碼 是 是 向下的那個幅度 如果這樣抹下去 這個號碼 這個號碼 真的很深的 真的 如果這個圖案 真的完全是 復興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它是跌到2300點 至2200點 左右 這些位 是 那 就是這樣說 啊 Boris 我相信 你如果 如果 股票是這樣跌下去 聯邦儲備局 就一定會出口述 不但在9月的時候 就一定會減息 一定不會再減息 一定不會再減息 可能那時候 就有個調整 就向上 是 你想一想 你現在 聯邦儲備局 一定是用減息 這個 來控制 市場 穩定 這個 是有掙扎 很長的時間 你 會不會是 一下子拆下去 還是 下多 一棍下去 再上一點 又下一點 因為 一路下的時候 聯邦儲備局 會不停調整它的策略 是 如果 我們要看 聯邦儲備局 如何干預市場的時候 我們需要 去看看 Yield Curve 是 因為 大家都知道 在上個星期 十年和一年的 Yield Curve 也都倒壞了 是 不但只 還有一件事 就是 Fat Fund Rate 現在 是高過 整個Yield Curve 是 所以 所以 其實 風險最高的時候 不是 Yield Curve 是 invertible 所以 風險的時候 Yield Curve 10年和 3月 那個 Yield Curve 是開始 回升 就是 回升 回升的情況 之後 股市會產生 最大的 回復 回升的意思就是 那個 inversion increased 還是decreased 意思就是 就是 inversion 差不多是結束了 結束 即是 反過來就不 是 反過來就不 invert 而且甚至 它是 inversion 甚至 轉回 positive 那時候的股市 是跌得最厲害的 寧願 不是 inversion 之前 就是inversion之前 和inversion 那個階段 就不是跌得最厲害 是它 回復正式 positive 之後 是再跌得最厲害 所以 其實 不怕它減息 因為現在 所有的息口 是大插水 你看看 長期的債券 直接是升到 癡 是 這些 代表長期的息口 是長久一點 基本上 我相信 美國是很大機會 都會真的 看到0 負利率 是 沒錯 這個 其實我們 很 consistent 我和你的分析 都很吻合 就是 美國 根本不是美國 全球 G7的國家 都是步向零 其中 有些 德國 已經是 日本 都附息 的 現在有10年長債 現在 是等 這個 譬如 英國 英國 我相信 都很快 如果 10月 脫鈎 情況 硬脫鈎 都很大 英鎊 跌得很慘 你們知道 但有一個貨幣 是正在升 是誰 是日元 日元 日元 貨幣 是嗎 日元 日元 這個貨幣 如果要升的話 其實對日本經濟 會盡大打擊 日元 其實我研究 黃金 黃金和日元 是正是 positive correlation 這個 是 黃金 時日元 亦都會大升 而且 你講 你講 日元 日元的關係 其實是世界上一個carry trade的問題 每逢日元升 日本股市相反 日元升 日元對美元 當日元升的時候 黃金也都是一起升的 所以我們投資黃金一般是有幾個 就是要確定的東西 要確定的東西 第一個就是日元開始升降 銀價開始升降 而且是小的mining的股票 開始performance好過大的senior的mining股票 而且這些因素全部就開始出現了 Boris 如果有機會 你可不可以找一次機會 看看日元和黃金的交流 日元和黃金 因為你對美國的mining company很熟 我們看看mining company的小的股價如何上升 和黃金的情況如何上升 我們先溫習一下一些圖表 好的 先溫習一下黃金短期的圖表 先由大圖表看更容易看 大圖表就是這裡 這個是黃金過去從2010年到2019年的時候 我們看到黃金最高位的時候是1923年 17年 跌到1045.4年 最低的 黃金現在由這個低位一直反彈 它反彈到如果它去到1533元的話 它回吐就是61.8%的回合 就反彈了 這個就是一個阻力位 你的意思就是 這個是一個叫做黃金分割的阻力位 這個阻力位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第一個就是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黃金在建頂的時候的交投量 其實不是高的 但是它比這個階段高一點 所以這個我們可以叫做就是黃金的頭部 以前的頭的頂部 每逢你一樣東西反彈到頭部頂部這些位的時候 都是會有阻力的 很正常的 黃金在1526元 1600元左右這些位是有很大的阻力 1600元我們留意 1500 你就1500 1533至1600元這些之間 都會有很大的阻力 因為這個是黃金分割線 61.8% 但是如果我們知道 一樣東西由一個調整期 進入一個大牛市的話 它是一定會突破這個61.8% 這個是等時間的 這個是等時間的 就是它可能到了這些位置 會回套一些 嗯 再回來 然後再上去 會測試這個 嗯 OK 問題就是知道 它會跌多少 是呀 跌多少這下慘 會跌多少 如果你要考慮它跌多少的話 我們要看一下它的圖表 圖表來講 就是說 它在這個1350這個位置 是它的突破位 它突破了這個 是長期過去這麼多六七年的一個阻力 那1350是有很強的支持 嗯 嗯 這個也可以說就是黃金的基礎 它那個基礎 基礎支持 那這個1350呢 是相當之大的支持 但是它會不會說 去到這個1350呢 就沒有人知道的 OK 可以回套回去到多少 它可以回套去1402 它也可以回套去到大概1430這些位置 就反彈繼續上了 嗯 所以這個情形回套 我們要看正式它真正回套的時候 那些買家它是有幾大的壓力去 嗯 嗯 嗯 但是我們如果看短線的話 短線呢 我們就看到 如果用波動員去研究黃金的話 是 黃金呢 就是產生了這個現在在第三波的階段 嗯 可能這個是第三波裡面的第一波 是 是 這個是它由建底開始的第一波 第二波回套 那入市最好呢 就是在第二波 上市的回套是多少 都很多 一三四 下到 一二四 一二六七 最低是一二六七 都成了八十塊 是啊 是啊 所以大家要留意就是 黃金回套呢 你買的時候 你一定要 要Buy on Dips 就是它回套的時候 你才好買 你就不要 哇 看它升了三十塊 五十塊 一百塊 你去追它 那你呢 風險就很大了 這個 就是隨時會有大的回答 那 EVA反而要先忍一忍手 是啊 在現在一定要忍一忍手 因為你看 你可以看到 每一天 電視裡面 那些媒體 都在說買黃金 是啊 沒錯 現在已經衝了它了 而那個黃金的 Open Interest 是相當之高的 即是在期貨市場裡面 Open Interest 是相當高的 而且再加上呢 是那個 我們叫做 Bullish Sentiment 即是對黃金 幾牛的那個 的心情呢 是去到85%的 所以在市場上的人 每個人都在想著買金的 或者隨時買金的 那在這種情境裡面 你就要小心了 如果你是賺了 好像我賺了 你就不妨這些位置 take your profit 無所謂的 因為可能呢 我們是在5月的時候買的 不是 5月的時候買 你的類型才能超過 二百多塊的 所以它回套呢 如果以波動原理來看 它的回套是可以回到 這個第四波的階段 它可以去到1450這些地方 有支持位 也都可以去到最低 可以去到1400 1390這些位 是有支持位 所以這個風險是很大的 我們在說的是 超過一百二十幾塊的回套 明白的意思 完全明白的意思 這方面有很好的支持力 再下面有很大的支持力 就是這條橫線的支持力 所以 在這些黃色這些位置 在1400至1430這些位置 去入市 風險就會低很多 OK 現在就由我們今天開始 去到9月的時候 就 因為9月減息的情況 應該都沒有問題的了 是 你說起減息 其實黃金有那個 Seasonal pattern 是怎樣的 這個很重要 黃金通常會在8月中 可能下個星期 或者再遲些 就是8月中到9月尾 是黃金升得最厲害的Seasonal時間 8月中到9月尾 是 如果你要擁有黃金 應該就是由8月中至8月尾之間 入市買黃金 最少撐到9月尾 這個幅度 也會很大 嗯 OK 你都說到很準的時間 和那個位置 那些數字 如果是這樣 你會不會有些 如果有些觀眾會貪心一點點 現在繼續持有 遲到9月5個鐘 9月頭 遲了十多天 拿到最後的星福 沒有貪心的 真的 那時候可能還有4、50元 會不會呢 其實你要知道 黃金是進入一個很大的升幅期 是 但是黃金是波動很大的一種期間 沒錯 你說得對 而在黃金裡面 黃金股票的波動 更加比黃金波動更加大 是 所以我們每逢投資黃金 就是要當人人都買的時候 我們就買 當人人虧錢的時候 我們就買 嗯 對 所以當你看到黃金升了這麼多 拿少許利益 讓它回吐少許 再入市都還可以 除非你是買金磚 金磚你沒理由 你會用手去炒 是嗎 那不會啊 這麼不方便 是 但是如果普通人 好像我們炒期貨 或者炒黃金的ETF 特別我們這些炒三倍 那些人 哦 那些人 有槓桿的嘛 那變成我們就 不會等它回吐 然後再入市 就是不會是當中是等的 只會是等它回吐再入市 Boris 因為我班粉絲 就有很多不同的類型都有了 那你可不可以介紹 一兩種產品 譬如我是想買 和黃金調查得最緊的 又沒有槓桿提數的 只不過黃金升多少% 它升多少% 你會買哪一種的ETF 這個其實我不方便 在節目上講的 原因是因為 每個人的風險都不一樣 每個人的風險接受程度不一樣 有些人可能 他只是適合買普通的一個黃金指數 就是黃金指數的 是的 就是美國的GLD 這些普通的黃金指數 是的 這些就是和GLD 和黃金 就是合同的 有些人可能會買黃金的 就是Global黃金股票指數 即它一個指數裡面 擁有所有的大黃金開彩公司 或者黃金生產商 這些 這些就是GDX 在美國這些是很普遍的投資 那這個就是調查著 那些大的公司股價 如果它是跟著黃金價升 那你的GTX就會升 那也有些就會買小的黃金 Miner 就是小的黃金公司 那這些也相當高 因為它可能是開彩期 它的風險是很大 但是它們也是升得最多的 所以這些都是要看每一個人 對風險的接受程度 是的 是的 你說得對 那其實如果最保守的 就是買塞金 如果我們說家裡有很多地方 就像你這樣 放在黃金的家裡也可以 放在黃金的家裡真的很危險 黃金是一個很難儲存的物件 那你們用什麼方法買呢 就是要自己衡量 還有你自己一定要看 你風險的位置 以及你可承受的風險幾多 那我也無謂再說 那麼多裡面的情況 你一定要平衡自己 自己可承受的風險 是的 我只能說你平衡自己的風險 很高興 就說明這樣子 你平衡的風險 是可以平衡自己的風險 是衝動一個人 但是這間倆的風險